面臨大的挑戰更大的是說 我們一手要去對抗這個東西 而是全世界共通的 但是資訊在那一塊我們也是貿易修 所以我們要兩面作戰 所以呢 當我們說今天這個防災 那個策略1.5 打擊新世代打擊炸氣1.5什麼 很好 很好 但是我們那個數位防禦力1.0版在哪裡 我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台灣的公務員很累 就是說我們是兩面作戰 不是單面作戰 這一面從1版 然後金短然後1.5版很棒 但是基本上其實我們的挑戰是更大的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今天我們可能轉換個心情吧 假設我們所有人都是詐騙集團 我們都是壞蛋 我們在想 怎麼應用這個新興科技來做壞事的話 我類型化認為有這個兩個脈絡 一個是 這個新的虛假訊息 我們可以放在政治面 當我們放在政治面的時候 就有點偏向資訊戰了 那如果說我們放在經濟面呢 騙財嘛 所以基本上 一樣的武器可以投入不同的戰場 可是在台灣的話呢 我們同時面臨的說呢 有沒有人用錢 用他的資訊力 來去用這樣的工具 滲入政治領域 希望去帶風向 不是為了騙錢 而是說呢 為了去讓你對特定的事情有一定的想法 有沒有人這麼做 有 好幾年就開始了 可是呢 後者呢 每天都在做 所以基本上呢 還是一樣說 我們今天台灣的艱苦的挑戰 就沒說是兩面作戰 而這兩面的話呢 其實都很辛苦 好 再來呢 這個是我的團隊 真的就不好意思 這個雖然說不吐槽 但是還是要吐槽 這個是 1.05版的打炸國家隊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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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以後 我在兩天之內抓了東西啦 只是跟各位抱歉 魏德勝導演送各位500本的 那個投資的書的 那個最新的還沒有給各位 因為那是這兩天的啦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 往往政府機關的KBI 很喜歡去統計說 我做了多少事 可是 站在民眾的觀點 我才不管你耶 因為民眾的觀點是 我每天打開手機 只要呢 我怎麼滑怎麼滑怎麼滑 就看到這些東西的話 我的觀感是什麼 我能到還會認為說 政府機關的打炸好棒棒嗎 不會 我會認為你無能 所以這就是一個 最大的挑戰說 不是今天你做了多少 而是說 你給人家的感受到哪裡嘛